台東生活美學館主辦的後山文學獎又登場了 不論是短篇小說、新詩散文及小品文 只要是以花冬為主題來進行創作 都能夠向台東美學館投稿參賽 直起到8月5號 而新人獎則是增見到7月4號 也歡迎全國喜歡文學的朋友報名參加 3、2、1 請接錄 在大家的見證下 今年度的後山文學獎增見 宣布開跑了 今年度新人獎活動正式的開跑 由台東生活美學館所舉辦的後山文學獎 辦理至今已經邁入了第9個年頭 累計收件數超過3500件 將近500件得獎作品 今年度真文項目分為短篇小說、新詩、散文及小品文 民眾們只要以花冬為主題進行創作 不限出身與戶籍地都能報名參與 位在台灣東部的後山 有著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家 在這裡不論是環境、生活或者歷史文化 都是很好的靈感來源 值得大家透過文字去書寫並轉化為文學創作 後山文學獎已經賣入第9年了 所以今天就是一網立來開個計程會 那這次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全果爭鑑 2010開始辦的 全果爭鑑 所以只要你要寫到花工的 我們希望各位支持我們這個後山文學獎 繼續的走下去 繼續的用文學的力量、文學的閱讀 來引起大家對文學的一個興趣 而美學館為了鼓勵寫作新秀 從2019年起增設了後山文學年度新人獎 凡是沒有正式出版過紙本圖書 不論出生地或者是否居住在花東的民眾 都可以透過散文、小說以及新詩等文體投稿參賽 創作主題不限將選出優選三名 美學館還提供了15萬元獎金作為出版經費 藉此來培養興銳作家 而今年度登場的後山文學獎 以及後山文學年度新人獎 從即日起增進到8月5號 而新人獎到7月4號截止 邀請各界喜愛文學的朋友 一起加入筆庚的行列 用文字來形塑後山獨特的人文風情 記載前輪 唐東市報導